旧情难忘!谢霆锋仍乘张柏芝所赠的车,本尊回应,用我的钱买的。 说起谢霆锋和张柏芝,大家都知道两人曾经是一对金头玉女,没想到却因为陈关希和王菲的缘故分手,如今两人有些形同陌路的感觉。 谢霆锋回归天后王菲身边之后也是恋情逐渐升温,不过却不见两人领证结婚,乃至于有不少媒体人都质疑是否感情生变。 近日谢霆锋一直忙着在广东顺德录制节目,而王菲则是一个人在香港度假。 两人距离上次见面估计已经有一个多月了,难道真的感情生分了? 随后有媒体拍摄到谢霆锋参加节目,录制的时候还乘坐张柏芝所赠的车。 车牌DOF藏有爱的密码,B代表张柏芝,F代表谢霆锋。 难道谢霆锋就情难忘?这让王菲晴何以堪啊? 面对网友的一片热议,谢霆锋本尊也是罕见回应,车是他,张柏芝,用我的钱买的。 一句话便霸气回应了网友的质疑,既然是谢霆锋出钱,那他继续用就合情合理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谢霆锋这句话说得太过于不尽人情,好像在指责前妻张柏芝乱用自己的钱一般。 不过如今谢霆锋有了王菲,张柏芝也有了两个宝贝儿子,各自安好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? 对此,你怎么评价谢霆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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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